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一壘 二壘 三壘 慢慢的前進 那么有人说感觉对了 就直接来个全雷达好了 速度这么快 会不会变成一夜情呢 那么如果慢慢慢慢的来 真的会离真爱比较近一点吗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咯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艺人红毛 欢迎 金玺姐好 还有美丽的两位女士 两位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红毛 好有礼貌 全红问候的 艺人Apple欢迎 金玺姐好 大家好 Saple 艺人Gigi欢迎 艺人 嗨 大家好 心理作家海台雄 哈啰大家好 海台雄 两个心理作家欣西亚欢迎 大家好 我是欣西亚 好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谈恋爱可以先从床上谈起 你可以接受的举绿牌 行的好不好 不行举红牌 好 先做爱做的却在谈恋爱 行行 不行不行 是吗 是吗 而且男生都举行 男生举行觉得很快 我是有男子和的学义都同美中 优美化 OK 那只有你耶 你是女生里面的比较特殊的 对啊 我也要举一下位是不行 真的吗 女生都比较不行 不过我觉得女生不行也是对啦 因为你知道 我听到张爱玲有说过一句 你知道通往男人心的是位 通往女人心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是是引导吗 是引导 所以说你要真的先爱爱在恋爱这件事情 对女生来讲 女生真的比较容易聊 聊落去吧 那你觉得OK 可是我行又是会觉得 你知道吗 在买车前 买车前要先试车 买鞋要先试穿鞋 好这是现在一种看法 所以我们再请各位作答一下 你觉得 你跟一个人要 认识多久 你觉得可以开始交往 你自己的感觉 你刚刚已经秒举行了好不好 不意外一天 两个月 两个月 一个礼拜 但是我要讲 有一周也很快 对 所以我觉得一周不成一周 后来我发现真的要一个月 不是也是 你是曾经一周是不是 就是一周以后就很容易嘟到笑 真的 真的 就遇到鬼啊 其实这个就是你当下的第一个 你的这个直觉 对 一见钟情 哇这个女生她就是我的最爱 见面天女 不行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是最可怕的 好像男生是特别可以一见钟情 你是一天哦 我就马上看到我就可以 还是你一秒就可以 不是 这是我想要跟他交往 这个念头 就是要一整天的相处 对 我有跟他交往这个念头 就会开始行动嘛 我们是行动派 所以你刚举行 你是可以先做爱做的事再谈恋爱 跟一天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吗 是 那你是先谈恋爱还是先做爱做的事 那一天 先谈话 当然要先聊天 早就先讲话吧 对啊 嗨你好我是红毛 是对 对 现在了解一下 至少要知道他的名字跟他家住哪里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就说要不要一起做 你其实也别那么快 你以为只是一句小姐你一个人吗 其实是小姐 那个是一夜情 对不一样 那是一碗 你说你明天说非常非常会把煤 第二天就有进一步的关系 是 我以前是在银行上班 对 在二十三年前 外商银行刚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塑胶货币 对 我们是在推行信用卡的 那个时候很吃香 因为什么叫信用卡不知道 反正你就签个名 我就给你二十万 这么好 真的还假的 大家都不知道 结果就真的嘛 五百大企业跟公家机关 只要身份证跟名片就可以办 那漂亮的小姐不一样 漂亮的小姐要很多的资料 那是我要的 对 所以漂亮小姐呢 就像我的前女友 我看到她我一看 不要说一天啊 一分钟我觉得她是我的最爱 然后呢我就只要叫她签名 她说要什么资料 我说那些资料呢 晚一点我再跟你联络 你先留电话 我等到她下班的时候 我就开车 去她公司门口等她 也太认真的 这个是跟踪狂狂 不是 不是 但是就是 她愿意吗 她愿意啊 因为我说 因为她也在忙 因为她本人也在忙 那时候很好赚 一张信用卡的 给你的奖金 从两百到六百 就是你有超过一个门槛 那我不要说多啦 一个月办个五百张 对我来讲很简单 小案 对 那紧缝是六百块嘛 就是有三十万 因为我是外商银行的 船长 你们不会觉得我是登图纸 我是外商银行的 名片还是有用 对 然后我就打了外商银行的门号 旗号啦就是第二天 去跟她收资料 收完资料就礼貌上就邀请 吃饭嘛 那那天吃完饭呢 吃完饭 其实那天是礼拜五 礼拜六不用上班 对 我们四台车 从建国交流道上 其实后面的都已经在 他们都已经下交流道了 剩下我一个 我往墾丁开 什么 其实进北到墾丁 对 你们才认识第二天嘛 第二天 那在中途的话 我也会观察 其实聊得还蛮愉快的 他问我说你到底要去哪里 我说他们都在后面 我建议放心 我们只是要去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 又到墾丁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他就起床了 到墾丁要六个小时 那时候 对 差不多吧 就正好天亮了 我带他去看日出 你没睡着也不容易 没有 那个时候 爱情的力量 开心了 然后到了墾丁之后 我觉得到了 看完日出 他要去上厕所 我就拿楼莱把 把我的轮胎刺破 什么 来这一招 我来这一招 我把我的 回不去了 轮胎刺破 他来的时候是他发现 你轮胎怎么破了 我说怎么搞的 怎么办 正好我就停到某某 某某大饭店门口 他被生气 那不然这 你一定看到很多人 在路边修轮胎 都是这个故事来说 对 那这个时候 就其实聊了一个晚上 也知道 对彼此应该有一点 你们那个就 因为轮胎坏了 就只好 只好 然后刚好就停在一个 饭店门口 对 好刚好 那我们就住了饭店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们两个其实嘴角都是上癢 对 所以先爱爱再恋爱 也是OK的 那后来在一起多久 七年 哇 那可以啦 真爱啦 可以啦 对 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女生 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 tempo你们可以接受吗 不过感觉上 她们两个好像都一见钟情 对 我觉得一定是 那个女生对你一定有 某种程度的好感 否则的话 如果说一点来电都没有 然后 很像绑架 你们不觉得 很危险的 很大肯定 就一直在想到贴小指 对 很可怕 真的 帮飞比较帅一点而已 是啊 对 你可以吗 如果什么都不跟我说 突然把我摘到肯丁 我真的会生气 当然如果那个男生长得 对 基本上不称错 只要五个人 对 我也觉得难 对啊 除非是刘德华 我们可以理解 对啊 想像是 对对对 因为故事久远 但你们后来是 比较平和的分手 你会去中国发展 因为我去中国发展 对 我去中国 我是做鞋子 对 然后开了工厂 我有跟他讲说 要不然一起过来 要不然过来 那要结婚嘛 你是想跟他结婚 对 第一还没有想结婚 第二他家也有事业 他过来的话 他家的事业 他就要抛掉 那不然就先等等吧 那所以在那边 我去中国十年 中间感情就有淡了 也有一些误会 后来就是和平的分手 但是我们到现在 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 而且听说你回来的时候 发现 因为我很特别 前女友这么懂你 是 因为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七年 然后 然后我在中国十年 到回来 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就不太好去 常常去找他 没有 我们没有决裂 还是朋友 我们都知道 但是 因为像我 他们家也是做鞋子 所以我的所有鞋子 都是去那边买的 去他们家买 去他们家买 因为他们家有些进口的 那我就会先打电话 我说我今天要过去 你载吗 他要载 其实他都已经帮我 把鞋子挑好 因为我的尺寸 我的尺寸他知道 他会 你的品味 他都知道 他都已经把我 会挑的鞋子跟 我的尺寸都已经留好了 所以这就是他挑的吗 对 就是我会跟他讲说 我说那我时间不够 你先帮我看 他说你先看一下 你会选哪几双 你告诉我 譬如说我这次选了五双 他那边就已经一袋都拿好了 你看 就是这五双 其他我都不会挑 已经分开这么一段时间了 这种前女友很懂你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就是 觉得很窩心 但是 人家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觉得你的心 应该还有一部分在他身上 对 所以我不敢常常去 见到他 因为鞋子就是有很多隐喻 其中一个隐喻是行动 然后你把一部分的行动 全力交给他 对 我不会去别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 别的鞋子 但是我觉得 他穿了那个鞋子 就会走回去那家店 但我觉得也是刚好 他遇到了那个 他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的 但我觉得这个一天 很少有这样成立到七年 所以爱情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两天对不对 这是第二天 可是有七年这么一个 真的很难 我们先进广告 那你呢 好 我们今天现场这个交往前要观察最久的竟然是APPLE 你现在两个月已经是冠军了 真的吗 两个月你没有冠很久 我觉得很难耶 很难冠到两个月 我原本是三个月耶 我原本都是要观察到三个月 就是对我来说一季 要观察一个人一季 但 但我们姐姐这个年代一季还蛮多的啊 是有人拖更久啊 对啊 有的人都是观察更久 但是以我周到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三个月是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男生不可能 会追一个女生追三个月 因为现在好像 谈恋爱都可以很快 因为要认识到人的方式太多了 对 所以我周遭很多朋友们其实都不会观察到三个月 他们都觉得只要感觉对了 就会在一起 就现在男生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有耐心 对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要花三个月 你才可以看出这男的是真的喜欢你 还是只是一开始对你好 你曾经有个约会对象 就是很夸张 才刚刚开始约会吃你豆腐 有的男生就是很轻 对 我很讨厌那种 手来脚来 就比如说可能突然第一次出去 他就会开始这样子 或是这样我没办法 我也是 我之前有碰过这种男生 就是可能会有点轻浮 但他也不是真的这样诶诶 猪哥这样摸你 他就是会言语的那种可能讲说 你嘴巴看起来很好清 或者是 我那么好油喔 对 就是太油的我不行 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个男的 他就是讲话这样很轻浮 然后好像第一次 还第二次跟他出去喔 就是开车嘛 我们那时候要看电影 然后他手就是会不自觉的 就是这样子 诶 那我们待会去看什么 就是先放椅子上 然后等红灯的时候 就会慢慢就是想要往你腿上放 然后我就会一直往你腿上放 我就觉得 你不觉得这样子的动作 你有跟他讲吗 我讲得很婉转 他就是一直要靠过来 我就也是用开玩笑的方式 就跟他讲说 诶 你这样子手很危险 你要不要专心开车 我就把他的手放到那个 方向盘上面 就是你握好好的开车 就下个红绿灯又来了 他就会一直想要试探性 然后我就第一次我就觉得 这男的好像会有点急这样子 然后后面也是看完电影 我就叫他送我回家 然后虽然心里觉得 这男的好像就是 会有点想要动手动脚 但是毕竟第一次也没有摸成功嘛 然后想说好 就给他第二次机会 不是让他摸成功 第二次也出去了 就是看他是不是其实只是 一个轻浮的男生 或者只是觉得这样好玩 就第二次也是就是 吃个饭啊什么的 后面最后回家的时候 他就想说就这样子喔 没有抱一个喔 我想说啊 抱一个 抱什么 他想说就抱一个而已啊 干嘛那么害羞什么的 我想说好吧 那就抱一个 就想说礼貌性这样子抱抱 移过去还给我抱紧 EW 然后抱紧还 针头不了 摸后背吗 他还抓一下这样 抓哪里 就是报警的时候这样 背腹啊 揉一下 Oh my God 这样一样这样子 欸这个 还会让他生气耶 那你有推开吗 我当下就觉得 不尊重女生 我有推开 但男生力量很大啊 但就被他揉了两把 这样子 但当下我就有跟自己讲说 不行这个男的就算看起来在帅 或是感觉身高也很高 但真的不行 因为我觉得太肉欲了 后来有再第三次吗 没有 就没有再出去 会想虎毛哥 这样子不行吧 不行这个 要我就报警 你还不行 这是刚才那个 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 报警了之后 然后就是 就报警了 现在的我不会 我觉得台湾男生 在给予女生赞美这个地方喔 真的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方法 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 就是在跟台湾男生交往的时候 他们用的是亏你的方式来赞美你 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说 哇 你今天好漂亮喔 你这样看起来 我好喜欢你的饰品 可是台湾男生都说 你今天穿那么骚要干嘛 你今天穿那么少要干什么 这本来意图没有这么差 是他表达能力出问题 对 那其实我认为 他这个言语是告诉你说 你今天譬如说你的迷你裙 看起来很好看或特别短 他觉得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告诉你说 哇 你今天这样穿很漂亮 其实很简单 他就要用反方式来赞美你 可是我们都很不喜欢这样子 喜欢Apple的男生要听清楚 到底这两个月 你的观察重点是哪些 这两个月的观察重点 第一个就是先看他的 深不深适 对 像那种很出歌的 我就觉得不行 所以他两个月都不能碰你 嗯 应该是说 碰触的方式吧 像这种你就太刻意或是太 什么情况下你会给碰 好奇怪的方法 不是 可能突然有车高开来 你今天追加薛远这个问题 因为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嘛 走在路上 走在马路上有车子突然开来 我可能是外侧你要 小心 这个就是出口 这个可以 对 或者是过马路 然后可能车子有点多 你这样牵着手 这样子过去 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不是相刚那个还捏一把那种 对 但我觉得两个月 因为女生还是基本上 我自己会觉得要保护自己 我都会觉得这两个月内 就是一些照顾的那种 基本上的碰触方式是可以 但其他的话是不会发生 然后就是观察他的人好不好 然后对你好不好 然后孝不孝顺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不会观察孝不孝顺这件事 因为管他孝不孝顺 就是在一起而已 就对你好就好 对 但是年纪比较大 你会觉得要交往的对象 是要结婚的 那对象一定要有孝顺的观念 他才会有家庭的观念 所以我现在还会在观察他 就是这两个月内是不是孝顺 比他跟他父母讲话的方式 反正就是慢慢来 对 这些其实都是重点 然后也不能让我发现 中间他是想要杀妄 哦 你要杀妄 对别人 对 乱枪打鸟 对 乱枪打鸟 就是要很真诚的 跟你这段互相认识的一个过程 对 就我的观察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女性读者 也会告诉我说 他们发现台湾男生 越来越多是倾向于这个样子 那我认为就是说 你们在选择的时候 以前我们的年代会觉得 选择就是我跟你 就很严重 我们就排外 就一对一 可是现在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说 我们今天只要不说破 我并没有告诉你说 我是你男朋友 或是你是我女朋友 我们基本上来就是公开择偶 跟公开交朋友 所以就算我今天 我跟你出去约会了 我可能牵你的手 明天我还是可能会 跟庆怡出去约会 你要牵她的手 那女生可能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说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要在 某个事实的程度当中 会告诉她说 其实我 你可以表达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连这样的这个 出去都不要 真的反发 可以反过来说 那我们可以当彼此的渔夫吗 就是你也做这个 然后我也做一些 那这好像很难进入一个 三合心的关系 因为女生就是对爱情 可能最在乎就是忠诚度 那可能第一关 还在试试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已经没过这一关了 对 你后来有一个牙医的对象吗 对 你当时也是跟她说 你有两个月的观察期 对 然后其实这个牙医的对象 是那个夏合希介绍给我的 然后后来就认识这个牙医以后 也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们都跟我讲说 这个条件很好 然后又很乖 生活也单纯 你要观察个什么 我就说不是啊 我在观察她的同时 她其实也可以观察我啊 是吗 对 就是彼此是互相观察的啊 不是好像说 她第一天就说她观察好了 对啊 你这么好还需要观察什么 对 其实男生 男生看 谢谢你 好服务喔 就其实男生如果喜欢的话 好像真的是还蛮快的 然后那时候跟那个牙医就是 我们就是也有出去约会啊 吃饭什么的 然后她其实也是看了我一下子 她就觉得我好像是可以的对象 但是我就是慢慢拖 慢慢拖 她后来就 我们有一天就是也是认真的 在聊天讲说 就是你跟我相处开心吗 她问我 我就说开心啊 然后她就说她跟我相处 也很开心 她就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 对 因为她好像有觉得我 行私利拿出来 快慢得拖 她现在二十五天喔 还差三十天 那个时候是几天 对啊 那时候其实没几天 差不多快一个月而已吧 对 然后我就有跟她讲说 你有心摇摆了一下吗 对 我有摇摆了一下 但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 我自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我一定会观察一个人 那好好 两个月 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对我的好 是真的好 还是只是现在想要 一时兴起 对 一时兴起 现在对我很有兴趣 所以才这样对我好 所以我就说 我一定会观察你两个月 不然我很怕 如果现在在一起了 你可能很快就会变了 很快就觉得我无聊了 很快就对我没兴趣了这样 然后她听完以后 她就沉思了一下 她就说 那不然你不要观察我两个月 你观察我半年好了 当下我很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说你好奇怪 人家一听到都觉得说 好那就两个月 说好两个月就两个月 或者就跑掉 结果只有你还跟我说 那就半年 然后半年 她就说怎样 换你撑不住是不是 我就说不是 就是 但你这样讲 我确实是有听进去 我会想一想 还有就跟我朋友他们讲 讲说她居然说要半年 然后她就说 她是不是以退为进 你不要中计 后来还是观察两个月 然后就在一起 但她在一起以后 真的都没有变 反而对我更好 那很好 是不是这回答很有智慧 你们觉得她的回答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有可能她是 刚好你遇到 她是真的对你好 那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心理学上说 那个以退为进的技术是这样 就是她知道 你是喜欢观察久的人 她就顺着你 跟你一样说 好我们观察更久 我不要久 还要更久 然后你就会心里觉得 这个人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 然后她在你那一秒就变成 你生命当中特别的人 加了五半 对 这边就已经加分了 所以就可能 你如果真的拎不住 你就一个月多就跟她在一起了 反而是有效的 她讲那一句的时候呢 你这个测试已经快要结束了 因为你已经觉得OK了 对 很有智慧 我是中招了吗 聪明 你刚才会对很好 我后来真的对我很好 好 对啊 先听一下广告 好 其实其实恋爱史很特别喔 虽然你是一个礼拜就可以接收 但是你遇过很多的怪咖 对 我真的觉得我是怪咖磁铁耶 真的可以 如果我很喜欢这个男生 我可以一个礼拜就接收 但是可是常常交往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觉得玩了这个人不太对 所以我周围的好姐妹就会提醒我说 你还是三个月以后再带来给我们认识 然后而且我常常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前段恋情结束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谈恋爱的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如果这当下 我觉得还不错的男生 我就会想要试试看 但是对很多女生来说 就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很可怕的 而且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好 然后或者是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我以前就是会飞蛾扑火 对 我就曾经在我那时候分 有一个交往快五年的男朋友 那时候分手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小我大概六岁的男生 他那个男生就是每天都是很关心我 然后就很像我的好朋友 然后不管我有没有吃饭啊 或是我有没有跟朋友聚会 任何的事情他永远都会打来问我说你在哪里 然后不到半个小时他就会出现在我旁边 然后甚至 她的事是不是 有没有工作吗 你说这有最终器有没有 他就是会一直不停地陪我 然后甚至可能都是姐妹的聚会 他也会在旁边 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我有比如说摸啊 或是不礼貌那么举动 非常非常的绅士 然后后来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小弟弟啊 然后每天都陪在我身边啊 而且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就大概有大概三四个月以上的时间 然后一直到慢慢越来越久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 因为周围的朋友也开始问就是说 他为什么每次都会黏在你旁边 一定是喜欢你啊 他就是都很照顾我 比如说我要吃什么 或是我怎么了心情不好 他永远都是第一个来陪我 甚至他连公司的员工旅游 他都带我去 然后我们两个就睡在同行的床上 那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然后连公司的同事也觉得 我们两个应该是互相有感觉什么样 一直到有一天 会你受不了了吧 对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我要知道答案的人 那如果你对我没有想法 我也不想要你在旁边阻碍我去发生任何的 所以我就直接问他 我就说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 我就很喜欢你啊 然后就这样 我就说所以呢 我就说对那在一起啊 你要你敢跟我在一起吗 然后他就直直乌乌没有给答案 那时候是多久 就认识多久这样 就这样的暧昧关系 就是整个持续的大概半年以上 那已经过期了耶 对 过期就是过了那个试用期啊 但是因为一开始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对因为我可能一开始还在疗伤 但实际上他又渴望跟你有那个互动 或是照顾的感觉 那当然如果变成男女朋友 他可能要负更多责任 他没有他就到这里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却再也没联络了 可是如果我的看法有另外一种看法 当然啦我是不知道说这个男生是怎样 可是我知道有些男生是 他可能还在瞧另外一个对象 还没瞧好 他那个度还没有瞧定 他还在等你可能是他的背 就是后背的 那他还没瞧定 他觉得他瞧定了以后 他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那还没有给他 他这个人可能还没有给他答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件事 所以他还在跟你铺梗 可是还没有想把你定下来 因为后来没多久 大概我有一次遇到他 大概三个月之后 他就找了一个女朋友 他瞧定了 他瞧好了 有可能 对 这是有可能 所以你被放在购物车里面就对 还没有结账啦 没关系啦 所以暧昧不轻 其实没有给结论的话 其实就是可能有问题啦 对 我觉得这东西大家都要 要小心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有的人就喜欢搞暧昧啊 很多这种人耶 搞暧昧其实 在搞暧昧的时候 我觉得女生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 可是目前来讲 很多的状况是说 很多男生他们开始 也不跟你搞暧昧了 他们直接开口说我们交往吧 然后呢 你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呢就是有一些 必须要尽的责任跟义务 就是要挨挨 要上场 那变成就是说 很多女徒者会告诉我 他发现他的另外一半就是 我们是男女朋友没有错 可是你对我是一问三不知 对 然后呢 他们互动的时间 有一些有机可循 譬如说现在男生就习惯说 就是以行女友之名 然后行哀哀之实嘛 他就是说你是我女朋友 可是其实他是把你当炮友 在看 那有些地方就是说 男女朋友也没有规定啊 那是夫妻才有规定啊 可是女生会觉得说 好像是我女朋友 好像我们应该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说 他们可能在见面的时候 可能就是晚上那种午夜场以后 然后一见面呢 男生就开始办事 然后办了事他就走了 然后女生就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又觉得 可是我又是你女朋友 对啊 你说女朋友 可是被绑架嘛 对 他从来没有把你带给他的家人 或是他的朋友认识 你永远就是活在黑暗当中 那这个话其实可能 你根本就不是他女朋友啊 就赶快出门夺门而出 不要回头了 好可怕 我真的被骗了呀 我真的超容易遇到怪咖 刚那个是年纪小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找一个年纪大的 试试看 那男生 对 他大我大概六四 八岁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 有共同的兴趣示好 然后我们都喜欢玩场版 画版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那也是认识了一阵子之后 他有一次就突然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在干嘛 我就说没事啊 他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走一走 然后我想说好啊 反正我那时候单身我没事 所以他就说你在哪里 我去接你 然后他就来我家接我 然后也没跟我说要去哪 就是带我去那个宜兰看海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慢慢就是 每天都有联络 然后经过大概不到两个多礼拜 然后他就说 那你当我女朋友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OK 他试试看嘛 反正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示好 好 然后真的开始交往之后 这男人也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他其实跟我联络 都是只会用简讯的 不打电话 他不会打电话 这个就有点奇怪 不会暗号嘛 对 反正呢 他就是永远都是很突然的 然后就传简讯说 你现在要干嘛 而且常常就是那种早上七点 然后他也不管我下午 有没有工作或什么的 他直接就说 我在你家楼下 我现在去接你 然后就直接把我 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可能我上车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今天是有工作的 对 然后他下午就再载我回来 然后就是常常这样的联络 然后我有的时候打给他 我甚至是找不到人的 那就是有问题啊 对 然后我就传简讯给他 我就说那你到底在干嘛 可能会是很多天以后才会 诶 简讯 好可爱的 然后我就 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当面跟他说 我就说我觉得 就是正常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应该是要可以好好的沟通嘛 他就说没有 我就是在忙嘛 我就是在弄我的车子啊 或是在做什么什么事情 听不下去 对 然后更诡异的是呢 好 因为他一直很想要 有一个出国的旅行 那我想说好吧 那再试试看好了 我们就一起去国外旅行 在那12天的行程中 我们几乎没有讲到什么话 因为他就是沿途 他就是一直拿着他的摄影机 然后就不停地在拍照 出国不就是一起聊天吗 对 因为我觉得男女朋友要交往 就是要透过旅行认识 但是就是在那趟旅行中 我就真的觉得好吧 这个人好像真的不是很适合 对 所以一回来以后 我就完全没有跟他联络了 我就觉得应该就没有了 而且他也大概两个月都没跟我联络 你不跟他联络他也不见了 他也就完全不会出现哦 然后我就想说 哦 好 我单身了 就那时候我刚好出了新书 在我的记者会中 他就捧着一束玫瑰花 买到鞋里上 就要没有事一样出现 那时候你已经跟你老公在一起了 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对 然后一直到后来 他就是断断续续都有跟我联络 但中间 反正就是因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嘛 然后他就有一些误会 他就觉得为什么 我要去他朋友家烤肉什么什么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很幼稚 所以他就传了一个分手的简讯 给我说 就是在早上六点多传一个简讯 说我很不尊重他 然后没有跟他讲说 我要去朋友家烤肉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说 从此之后我们就不是男女朋友了 那我就想说好莫名其妙哦 真的 我早就没有联络了 就是 已经两个月没联络了 对 出国回来都消息两个月了 反应这么很多拍的那种人 就是好怪哦 所以从那一次的恋爱之后 我就决定 天啊我真的不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谈恋爱 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好好的认识一个人 然后后来呢 下一个就是我老公 就是史丹利 那其实我跟史丹利认识非常长的时间 可是我们一直都是一大群的朋友 然后就是我也认识他以前女朋友 他也认识我的以前的男朋友 对 那本来两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交集 我们也不会私底下出去 然后一直到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的好姐妹们小柔啊 然后就有一次就问他说 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嘛 那我不在现场 他们就问他说 就是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然后他们就叫他举例 然后他就说我 对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 是一个误会 就是没有 有一个晚上 是一个误会 是一个误会 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我们就是在朋友的聚会 然后 然后 同样那群朋友就是小柔啊 大家约去唱歌 然后我到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有点喝醉了 然后他们在里面也喝得很开心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他那么喜欢你 就跟他在一起啊 然后那可能你喝醉 你就觉得也无所谓 好啊 好啊 怎样怎样 那你们现在我们干嘛 他就说你们俩 喇喇喇喇喇 然后我就说 蛤 什么 但其实 我们好像就真的是有 拍下了那个清嘴的照片 对 但是我隔天醒来 我是完全记忆五 就是一直到我早上打开手机 然后我想说 完了 糟糕了 变定情照 事情大条了 因为我当下的 已经是IG首页了 不是 我当下的反应是 完蛋了 怎么办 这是要怎么去 继续做朋友 因为我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我们俩会交往 然后就在我打电话给我的 另外一个女生好朋友说 完蛋 完蛋 怎么办 我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我的手机就响了 就简讯就响了 就是他很有guts的传简讯 问我说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约出来吃个饭 就是那一幕 对 但是因为那阵子 我觉得心情也很乱啊 因为就是又跟那个 很奇怪的分手 那天你失忆了 但是他其实很兴奋 期待已久 他复局不很久 他很清醒 是吗 对 那他现在就是不承认这件事 男性的自尊维持着 对 然后他就约我吃饭 而且那个 那天的晚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直聊到电打烊 然后我记得我们约在那个 调通那边林森北路 那他陪我走路回家 走得回六张岭 对 太远了吧 我只是走快两个小时 我是好浪漫 但是其实 对 你就是浪漫 我那时候就觉得 就是 出国聊不到一句话 台北市可以走两小时 对 所以就是真的 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认识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觉得他跟你 之前的怪咖的这些男生 有什么不同 你认识的方式 或交往的方式 因为其实从那个 美丽的误会开始 到我们正式交往 应该有快两个月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一个多月 中间我当然也是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在一起 或是 当然因为他就是 常会给我很多的惊喜 然后你越认识他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跟我以前 认识的不一样 因为以前可能就觉得 他是一个玩世不公 然后很爱开玩笑 然后很低能或什么的 低能 因为他讲好 你不知道要看到吗 他知道了 但后来你越认识 你就会发现 像刚刚Apple有讲 他非常的孝顺 然后他其实很有才华 而且他懂非常多的东西 再来就是他很贴心 我记得那时候他 因为我们好像 也没什么暧昧 就是那时候 我们刚好吃完饭没多久 我刚好感冒了 生病了 然后他就会问我 他就说那你今天要干吗 我就说我录完饮 我想要去一个咖啡厅坐一下 去喝我很喜欢喝的一杯 Hot Totti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 喝完那杯 就整个人暖起来 我就觉得好了 他就说那你就去啊 就是可是我好累 他说没有没有 你觉得舒服你就去喝 然后我就好啊 有什么不可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咖啡厅里面 就不到半个小时 就看到他 咚咚咚咚咚咚咚 跳进来 然后他就说 我只是想过来看你一下 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以往 认识男生比较不一样 你会真的感觉到他有用心 而且你有很多的时间 去观察他 对 所以其实是要超过一个礼拜啦 我们心情装备要超过一个礼拜 嗯 好 再问一下这个红帽 刚刚讲的是年轻时候的 你很会把妹 这个一天就搞定 那现在听说作风完全改变 你的顺序有改变了吗 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我就变了 之前是要先爱爱才有恋爱 对 现在是要找结婚的对象 对 我又觉得说我这一初级 一定要成功 我不能有失败的可能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女生 我们两个很好 对 然后呢 他不管要去 他几天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 他没有在一起 就是我开始就是跟他比较好的时候 差不多前前后后有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只要你有空或是我有空 会互相联络 我们去吃好吃的 八个月在交往吗 都没有 没有 那有牵手吗 没有 就是好朋友 没有 是朋友 是朋友 本来就是朋友 但是我喜欢他 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蛤 那你会在镜头上面跟他讲一下 刚刚你讲的那个是你 现在也是你 对 就是因为太喜欢了 所以就是不管要吃什么 喝什么 那个是前一阵子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家港式茶餐厅 有一星米其林的 第一次来到台湾 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 哇 有一星米其林的港式茶餐厅 要去订位啊 是啊 他不给订 然后那个女生只是不经意提起 那我就想尽任何的办法 我订到了两个人的位置 那个大排长龙 人家排两个小时那个 我把人群剥开 然后叫他进去 好厉害的 然后就让他进去吃 然后有一次他有提到说 台南有一个三个字的 冰镇乳味很好吃 他之前他好像亲戚有买给他吃过 对 然后我说哪一家 他就讲给我听 然后我就没意没意 第二天我就坐高铁下去买 回来给他吃 这绝对会吃到啊 你小叮当耶 对 然后我跟他讲说 没有啦 你正好昨天讲 我有朋友从台南回来 我叫他顺便带着 你为什么不讲说 你特地买给他啊 我怕吓到他 你以前是赤轮胎的那个耶 对 你现在没有想失地了 没有想失地了 对 我怕说我做这样子的举动 他会觉得 那你干嘛啊 我们只是朋友你干嘛 所以我想说要等到 我非常确定 我们的关系是可以 我讲说我喜欢你 你当我女朋友 这句话我才会出手 那你去墾丁的勇气去哪里了 对啊 女生有时候也 但是我去 去墾丁的勇气 还是摆在心里 因为我不敢约他去哪里 他都不会拒绝 我没有去过亲旅行 对 但是没有过夜 譬如说早上出门 半夜回家 是两个人吗 就是我们两个人 那就应该 女生不可能不知道啊 对 但是我没有讲 后来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 他工作的关系 变成说有两三个月 没有什么联络 后来那两三个月 正好有碰到情人节 但好机会了 好机会 我想说 这个该要 告白了 然后我就约他说 那你 后天情人节你有空吗 吃个饭 他说蛤啊 我有约了 我说真的喔 我说男三女生啊 他说男生 我说喔 恭喜啊 是在追你吗 还没恭喜 对 你为什么这样 恭喜你自己啊 所以你那已经列了很多篇了 我那恭喜讲的很 很心碎 但是我一定要讲恭喜 恭喜啊 我说那很好啊 那那个男生我认识吗 他说你不认识 那我说喔好 然后我说我也只是问问了 其实那天我也有约 你好轻喔 你好轻喔 对 结果就 没了 其实后来就 就因为我知道有人约他情人节嘛 那个日子 我后来就 从朋友那边听到他有交男朋友 但是那男生也不错 那我觉得很好 对 所以你从后到尾有点那种暗恋的 暗恋的情况都没有表白耶 是 但我现在也有一个女生是这样 但是我就是不敢讲 我还没有 为什么啊 你变太多了 你变太多了 是 但是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忙 我没有时间陪你 然后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 问说你有空吗 对 你有空我就会达成你的愿望 你现在变成阿阿三人 像是中俱人 因为 我要祈愿 因为我年轻跟现在是不一样 年轻是女生爱我比较多 我现在如果我想要结婚生子 我想要我爱我对方比较多 对 所以你反而是你想要确定 你爱不爱他 对 反过来 我们刚问的是女生的等待 你现在反而是男生的 你观察你拉丁 我觉得现在半年都不算不算久 你也变好多喔 对 怎么会从来 所以你以前先爱爱在恋爱 现在是一定要反过来 我以前爱爱在恋爱 我也碰过地雷 我碰过脚头的女儿 对啊 那看起来就是漂漂亮亮的 上床的时候 骂髒话耶 蛤 一边打我一骂髒话 我跟你讲 就算我多漂漂亮 我也不能接受啊 对不对 那这心理想 这第二天就要分手了嘛 怎么办 脚头女儿 你敢分手吗 不敢啊 那我只好我就向南部嘛 向南部 避风头 对我就 避风头 我就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那更死啊 你干嘛不接电话 你怎么找事啊 你不知道啊 我参临抱一支枝勒 我能 没有啦 就不能接电话 为什么不能接电话 因为我在南部 我在那个 那个国防部汉翔工业 我在里面办信用卡 那个进去军营的时候 手机在门口都没收了 他都没收三年了 我说对啊 你这样你不接 那永远都不要接好了 我好谢谢 你刚刚说谢谢 对 我也是有遇过那种的 所以现在变成是我 我不是观察 我是先付出 我先付出 但是就没有等到像 GG这么好的女生说 你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啊 不是 我想给你 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吗 是 因为第一个我认为 女生就是 你不要让一个女生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个朋友 因为当你男生被女生 类归为just friend 就是朋友的这个zone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不会去跟你 考虑到跟你的未来 就会摆在那一类的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我觉得男生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从朋友做起 是可以 可是你要让他知道说 我觉得 不只是朋友 对 我很希望 我们就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 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我会想要朝恋人 那个方向去努力 还是要说 你还是 对 要让他知道啦 不然女生会觉得说 是不是你其实对他没有那个意思 他会自作多情 对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男生 就更积极的 可能就先有机会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女生 不要说我们没有耐心 我们实在也不是喜欢 太轻的男生 因为有的时候 你明明就已经 非常的明显了 我也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毕竟我是女孩子 那当然这不是我的个性 我自己本身个性 是我可能会问 可是很多女生会认为说 那我觉得我就把机会给你 我希望说你可以来开这个口 然后说我是这样的女生 我真的很喜欢你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再起 你都不讲 对 我也很急耶 可是你们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不自己讲呢 我喜欢你 我要可以再起 谁关你一定要男生讲的 怕比较做情啊 但我就是 如果说女生 也给我一点 一点晒 没有 他本来要讲了 他那个卤味好感动 你就说 顺便朋友刚好带了多一包 我觉得没时间就冷了好不好 你都很害怕我们误会了 怎么办 对 我们都很害怕自己制作多急 你们自己表白说 我想跟你再起 会发生什么事吗 天会塌下来吗 你们三个女的 不会啊 我老公就是我追的啊 我的个性不是 为什么不讲 我好像没有讲过 你是怕讲了会发生什么事吗 就怕我误会啦 会怕你怕丢脸的 我怕我误会了 我说其实我很喜欢你 然后他说 我只是把你当妹妹看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看 对我现在也是怕这样 因为原本就是好朋友 怕说我讲出来 但是总比遗憾好啊 对我之前 现在发现其实女生男生都怕啦 对啊 现在上的转变也是 他现在是期待又怕受伤害 到底谈恋爱的这个 进度要情绪渐进好 还是速战速决 哪一个比较好 两位专家女生的看 其实我会认为说 坦白讲啦 因为毕竟今天 你如果你要先选择 先爱爱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你没有试过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到底会不会晕船 或是撩下去 所以我觉得在保护 自己的立场之 的这个原则上面 你还是先确定 多观察 还是会比较好 对 我觉得刚刚Gigi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很多人 想要先爱爱 或是好快地在一起 其实你不一定是喜欢对方 你只是填那个空虚 填寂寞 填不要一个人而已 可是在这样的时候 有好处有坏处 有人就发现 你很快跟下一个在一起 你就会比较快乐 比较快乐喔 但是 快乐很短暂 对对 但是快乐短暂 而且你很容易拿 现任跟前任比较 然后比比之后反而发现 哎 我怎么这么快 就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要 真的要有两个月的观察期 OK 好 其实要怎么爱 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可能你们要两个字 去掌握这个tempo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心里有爱 一定拜托 说出来 人生最怕是有遗憾 祝福大家 都爱得很快乐 拜拜 拜拜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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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